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经师傅 先生 请指导师告诉上,行忆前的特色是什么 行忆前的特色有一季犧师 就是硬打银倾无色染 吹风冉液、不放冲 行忆前的特色就是根部 在重産的时候、练者的时候 一定要有根部 有一個根部 這個根部它的威力 就是從鋼甲的根地的力量往前衝緊 再出錢這個力量 就會比一般人出錢 它的效能更加倍的傷害 現在今天要跟蘇老師一起來 示範新一天中學院的這個 蘇江能不能請做給我們介紹一下 我的學生莊佛偉師兄 因為他跟我練前 前年後有病情 我們沒有見斷 他原來是在營養上班 身體有一些狀況 血液有點高 之類的 後來他來練習以前以後 所有的症狀都消失了 身體很健康 他的肚子現在是有一點肚子 現在也變成這樣 而且 他之前練前的目的是 健康白目的 現在他已經練出了內徑 這個工夫 那來的資訊呢 我們現在就請蘇老師跟 莊老師來為我們介紹一下 行義拳 各種超市的基本有法機械 今天要介紹的是虎行拳 我們來看一下慢動做示範 我們來看一下如何應用 我們來看一下慢動做示範 在這邊提醒大家 練習功夫 光是聽廣播或是看影片 其實是不夠的 您需要有個老師在旁邊 指導你 並且要同好跟練習互相對練 才知道你跟他的位置 以及力道該如何打疊 今天跟大家謝謝蘇老師跟周老師 我非常感謝主持人的訪問 也歡迎大家到鳳山來練習役節 謝謝 周光寶吉林 我們下次見 掰掰